黑鸭鸭的一大片 人潮挤满荣源广场 Encore在Encore 这可不是明星歌手的演唱会 而是由县府魏武营艺术中心筹备处 与民间共同举办的 魏武营热古典交响音乐会 看到这样的景象 谁还能说高雄是文化沙漠呢 文化沙漠有这么多欣赏人口 很棒啊很棒 南台湾的艺术欣赏人口越来越多了 这个很高兴 我们要建国家剧院 要先培养这个欣赏人口 哇今天很棒 大概有两万人 为让南部观众能欣赏更多优质 国际级艺文演出 重大艺文建设魏武营国家两厅院 预计于年底发包2012年完工 魏武营每月也安排多项的艺文讲座与表演 为两厅院先行暖身 此次国家交响乐团在世纪指挥大师卡拉扬的传人 恩特赫比西指挥下 与魏武营举行盛大的免费户外公演 一响南部乐迷 县长杨秋心也到场 与乐迷一起享受这场难得的音乐盛宴 大家好 县长 今天去云南首新去海的吧 这个感谢各位